我們這個計劃是我們希望可以去整合政府的一些 資訊包括標案還有跟水利相關的一些資料 因為這些資料政府雖然有公告 但是這些資料常常都很被藏得很裡面 或者是不是那麼容易閱讀 所以我們這個計劃是希望去整合這些政府的資料 然後把它做成一個像地圖式的平台 可以比較容易的讓人民去閱讀 然後可以去大家一起來監督汐油相關的工程 所以我今天會帶前面一半會介紹我們這個專案 那後面一半會講我們跟Wikidata是怎麼應用Wikidata 大家先看一下這樣讀 這是我們前陣子的一個成果 就是我們爬去了自2010年 就是政府電子採購網啟動以來 到2019年的所有跟河川相關的標案 那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越紅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累積越多就是金額 在河川整治上面越高金額的部分 大家要不要猜一下 像是那個南投或是像淡水 大概花了多少錢 10年來大概花了多少錢在整治河川 有沒有人要猜一下 100億 100億是不是 欸是不是看過嗎 喔 OK 那個 120億以上 那就是我剛剛為什麼特別提淡水 因為我們是組織工作室 我們是在淡水組委 那這麼這麼多的錢 你看10年來累積的121的錢 投入在跟河川和水利相關的整治上面 那它實際上它的成效其實是有待評估的 為什麼這樣講 先介紹一下組織工作室 它看起來很漂亮 這個是在淹水前的樣子 我們10年前淹過一次大水 然後花了很多心力整理起來之後 就一片祥和 直到2年前又淹了一次水 然後又就是整理之後 在今年淹了兩次 就是事實上 事實上就是 整個地球它氣候是一直在變遷的 那 它降雨的狀態越來越偏向急降雨的情況下 過去所做的這些跟河川整治相關的工程 其實並不一定是那麼實際上有 在現在是那麼恰當的 好 那剛剛有提到 我們是位在淡水組委的一個國際藝術村 那我們那邊有 我們有6間房間 我們有一些展覽的空間 我們還有可以上課的教室 那我們每年都會接待很多國外的藝術家 在我們這邊進駐 我們也會送國內的藝術家去國外 那明年 今年24年 明年是我們在組委的第25年 我們會有一系列的25週年有關工作方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查一下 那我們在組委 我們的計畫很多都是跟社區跟環境有關 我們在這邊25年 我們辦很多跟在地互動的一些工作方 那我們也在關心當地的一些環境 我們每年會辦大概兩次的開放日 下一次在10月27號 2627 就是會有一些展覽 還有一些手作課程 也會有攤位這樣 就是大家有興趣可以來玩 好 那講這麼多 就是我們到底 就是這麼一個奇怪的藝術村 怎麼會出現在Cost Club上面 是這樣的 就是在2012年的時候 那時候 由策展人烏馬力老師所發起的一個計畫 叫做樹莓坑溪環境藝術行動 那那時候大概 為什麼會有這個計畫 就是因為 我們覺得說 與其花那麼多的經費 一直在 可能在整治淡水河 在整治 可能大汗溪 基隆河 這樣子大家比較耳熟能強 這些主要的溪流 但是 但是 其實它上面是有非常多的 像樹莓坑溪這樣子的支流 樹莓坑溪是從 平頂 就是北投上面平頂那邊 一路流下來 經過了城市 經過了一些農田 經過了馬街醫院 然後最後 直接匯入淡水河 所以 如果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小溪流 沒有被 沒有被好好整理 整治的話 你花再多錢 在淡水河裡面 就是 它 它 終究還是 受到污染 所以 那時候就辦了很多廠的工作方 像是 有什麼樹莓坑溪早餐會啊 就是大家一起吃飯 然後還有 教大家怎麼用酵素 去做一些 怎麼用果皮去做酵素 之類的 這樣子類似的一些計畫 那希望可以引發 就是社區居民主動的去關懷 他們身邊的這個小溪流 那 這個是 這個是 左邊那種照片 是數美東西 在2011年的時候 我們 我們 每 基本上每兩 三個月 就會去 帶 社區居民 和 就是 喜歡 環境的 相關人士 去 有一個走西的活動 那 大家可以看到 右邊那個是在2015年的時候 就是 應該說2014年的時候 數美東西被施工了 但我們是一直知道 知道 它已經完工了 我們才發現 那 這樣子的工程 其實並不是說 並不是說 這樣子的工程不好 就是 就是 它 雖然它把兩車水泥化 然後它底下也用大石頭去把它鋪平 這樣子 對於 對於排水 呃 對於他們 計算它的水力的效益 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甚至對於 整治 呃 應該說 蘇菌 是 會有幫助的 但問題是 它對於生態 其實會有非常大的破壞 那 會不會有更好的方式 可以去 可以去處理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查一下 呃 除了政府每年規劃好的標案之外 另外就是 民眾 比如說 今天我覺得我家旁邊一直淹水 我就去跟里長講 所以 這樣子民眾通報之後 上面的主管機關就會去審查 然後如果審查過 就會去編列預算 那如果今天 今天 呃 這個工程確定開標的話 以目前的狀況 大概 呃 就是基本上它就會在 政府電子採購網上面 公告開標 當然有例外 但我今天就 這邊就先不提 那它在政府電子採購網上 公告開標之外 它也會公告絕標 在 絕標之後 很快的 那個時間是非常快 就會有施工說明會 它一些可能比較 比較非公開 它可能只會通知里民 就是 可能會有施工說明會之類的 然後很快就開始施工 所以在過去的時候 往往我們知道一個地方 要被施工 就是要有標案發生 大概都是看到這樣子 綠色的牌子 就是這個施工的 資訊說明牌 但是那個 資訊說明牌 上面其實 呃 其實沒什麼太重要 呃 不能這樣講 就是上面只有很基本的資訊 就是 可能它的工程名稱 然後它招標單位是誰 它承接的 呃 呃 呃 單位是誰 這樣子的資訊 但上面其實是看不到說 為什麼這個地方要施工 和 和就是 它實際上 它目標效益這些 其實是看不到的 總之我們就希望說 那我們有沒有一個機會是 我們可以把 就是我們獲得 標案資訊 呃 就是這個地方要施工的 這個資訊 往前提早到 開標的時候 所以 呃 我們的平台在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希望 在今天一旦有一個工程 它在 政府電子採購網上面公告 那它可能是跟某個水系 呃 我講水系 是因為 是因為對我們來說 上游的工程 其實是也會影響到下游很多的 就是上下游 河川的上下游其實是 互相關聯 所以我們以水系當作 當作一個 方架 就是今天這個 這個工程 如果被 確定是要在這個水系施工 那 它就會主動的去通知 關心這個水系的 相關團體和相關的民眾 那我們的計畫 主要分成三個部分 就是 第一個是 Mattermos 呃 大家知道 Slack嗎 有用 Slack Mattermos 基本上是 跟 Slack 長得 幾乎一模一樣的一個東西 那 但是 Mattermos 它是開源的 而且它有中文 所以 我們當初在做選擇的時候 就是 最後選用Mattermos 是因為 其實主要就是因為中文的原因 因為我們 我們的這個頻道 是希望去 去 讓 呃 關心 關心河川的一些團體 那 這樣子的團體 其實很多 裡面可能都是 就是 大家其實並不一定 對英文 是那麼熟悉 所以如果 我們用 Slack 去做這樣的頻道的話 其實 呃 他們是台式的 那 目前他們大概都是在 Facebook 社團 上面有 呃 像是 成香核心論壇 或是 全南洋核心網 這樣子的社團 那 呃 但是這些社團 因為是臉書社團 臉書社團 它的資訊是很容易 就是被洗版 然後也不容易去做 有效的去做整理 所以我們希望把 這樣子的資訊流通 轉移到我們的Matterbox裡面來 那第二個就是 今天的另外一個重點 Wikidata的部分 那 Wikidata這一次是做耶 因為我們在 執行我們這個計畫過程中 我們發現 我們一開始很天真的覺得 這個 就是 河川的資料庫 政府應該有吧 事實上是 不能說沒有 但是 很不完全 就是 他的內容 我們 呃 我們需要的 我們 我們希望的是 他可能會有 很多詳細資訊 然後一個很完整的清單 但結果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就在想 那我們是不是有機會 我們可以自己建一個 屬於 就是自己建一個 開源的 河川資料庫 所以我們選擇 Wikidata 那再來就是 我們平台本身 大家要小心 這個地圖平台本身 我們會把 標案標點 呃 標在河川的水系上面 那我們也會有一些 可能 處理的一些功能 好 所以 為什麼使用 Wikidata 剛剛有提到說 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希望可以整理 一個開源的 河川資料庫 那 全台灣 全台灣 事實上是有 上千條的 從大大小小的 洗流大概有上千條 這麼多的河川 呃 我們是不可能 由 我們團隊 我們團隊其實就兩個人 就我和另外一位同事 就是他今天沒有來 我們兩個人是不可能 就是整理完 這麼多的資料 所以我們希望選擇一個是 呃 有點類似共筆性質 然後 然後又是 比較資料庫 資料庫型態的一個 一個平台 那就是Wikidata 那 因為他是 剛剛大家如果前面有聽 那個前 前面兩個的話 前面幾個的話 就是Wikidata 他的填寫 基本上是 就是 你只要有一個參數 比如說我今天拿到 這條河川的名字 然後他的 可能我拿到他的長度 和拿到他的上下游的關係 我就可以很容易的 直接填進去 他不像Wikipedia 不像那個 維基百科 我今天在獲取一個 資訊之後 我可能需要先 自己進行一些消化 然後把它揉一揉之後 再丟進 維基百科裡面 然後丟進去之後 還有可能會被人家質疑 就是可能不忠於 不忠於 那個原本的reference 或是可能翻譯品質不佳之類的 就Wikidata 比較不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再來就是 他不容易被惡意創改 呃 為什麼這樣講 就是像 像維基百科 大家一定很常聽到 維基百科 又被亂改的這種狀況 那當然當然 因為社群很強大 就是會馬上去把它修正 但是 那是因為 維基百科 經常性的會出現在 Google搜尋的 非常前面 甚至很多時候是第一個 像我現在如果搜尋 單水核的話 第一個挑出來一定是 維基百科 那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那 Wikidata 反而 他是在 Google搜尋 是搜尋不到的 就是他會用 他會用其他的方式 像是 剛剛有提到的 那些 搜尋建議之類的方式 出現在 出現在 公開的地方 但是他並不會直接說 比如說我搜 淡水核 就出現 Wikidata 淡水核的條目 是找不到的 所以 他其實不太會被二一修改 因為 修改他沒有意義 修改就是去二一修改 他別人就看不到 所以他其實是 比較不會被二一修改 那再來就是 呃 剛剛上 就是前面 前面幾節也有提到 他可以用 Sparkle去爬資料 所以 對於我們要做資料處理來說 就是 一定是比一個 文本式來 好用的 那再來就是 他的資料是CC0 就是Wikidata 他的資料是CC0 所以 呃 像我們這樣子一個 開源的計畫 就是 資料 資料是CC0 對我們來說 就不會有 使用上的一些授權問題 再來就是 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是 Wikidata 他的 那個ID 就是那個Q 多少多少多少 那個值 是唯一一值 就是說 他永遠不會有 重複值的問題 那就算今天有兩個 同樣名字的 同樣名字的東西 出現在 Wikidata上面 他也可以去標註 有其中一個 呃 性質 有其中一個 有其中一個性質是 欸不是性質 反正有其中一個 是相義物 就是他可以去標註說 這條淡水河 像是淡水河 我們現在如果搜尋淡水河的話 前面幾個 第一個是台灣的淡水河 第二個是中國 北京的淡水 上海的淡水河 之類 就是 他可以去標註說 這些淡水河之間是相義物 像這樣 就是 這個 這個是 呃 台灣的這條淡水河 裡面的 相義物的欄位 他就有另外兩條淡水河 被標註相義物 所以我們在爬Wikidata的資料下來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知道說 ok 就是除了這條淡水河之外 還有另外兩條不一樣的淡水河 另外就是 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這個計畫 會以水系 作為我們的根本 就是 就是我們所有的 可能標案的觀點 之類的 都會用水系去crop 那Wikidata 他也可以收入資料 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資訊 在裡面 像這個是淡水河的資料 這邊其實沒有全部 那 那我們也還在做整理 反正 我們會把它放上去 像是 心電吸啊 大鑽吸救護 這些都算是 樹莓坑吸 這些都算是淡水河的資料 好 那 那 接下來就是 呃 Wikidata Query的部分 就剛剛有提到說 可以用sparco 他可以用sparco 雲把去爬嗎 那 呃 Wikidata Query 基本上 他 他 他 要說好用嗎 就是你如果不懂sparco 魚把的話 其實他是非常難用的 就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畫面左邊 他雖然有一個 比較圖像化的 然後可以用下拉選單 去跑的一個 一個界面在 但是 從那邊 其實很多功能 會點不出來 所以 一般來說還是 直接用 直接用sparco 魚把去寫 那 呃 這邊 這邊大概意思就是 就是 這是我們用的魚把 就是 就是他的 我們要的這個item 我們select這個item 他的上級 他的性質 或他性質的上級 是天然水稻 呃 為什麼這樣講 就是 因為他的性質 可能不會直接被標成天然水稻 他有可能會標成河川 或是標成溪流 那 河川和溪流的 的性質 是天然水稻 所以 所以 如果今天 比如說像 就像淡水號 淡水號 被標成河川 但是淡水 但是 他被標成河川 但河川的上級 是天然水稻 所以他也會被抓進來 那再來就是 呃 他是一個位在 他的國家是位在中華民國 那 我們要的 我們要取得 資訊就是 octurnal的部分 就是我要他的別名 然後我要他注入河流 因為我們要做水系統嘛 然後 還有他所在行政區 和 他的座標 還有 就是 Wikidata也可以 也可以 連那個 Wiki Conference的圖片進去 後面會提到 那 他爬出來之後大概就長這樣 反正就是一個 就是 呃 這就是那個 剛剛大家應該有看到 就是Wikidata Query的 他 他網站的界面 他大概 他跑完之後 像這樣子 呃 這邊大概 一千 一千三百 四千 一千三百條左右 那就 跑了將近八秒鐘的時間 這樣 呃 那到底算快滿 反正 反正 就是 就是他跑出來大概是這樣 那他可以在上面 可以直接下載成 CSV 或 JSON 或一些就是大家常 比較常使用的格式 那當然 對我們來說 因為我們資料下海 是要直接進程式去做處理 所以 Wikidata Query 非常聰明 他直接提供了一個代碼服務 就是在那個紅色框框那邊那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上 他裡面包括HTML PHP JavaScript 呃 Java Python之類的 就是 就是他直接都幫你寫好了 你只要把這邊的程式 複製 然後貼到 貼到你的專案裡面 就可以直接用 就是可以直接用 Wikidata Query 爬出來的資料 那我們專案是用Python 好 這邊提一下 就是 他上面的Python 是Python2 他用的是Python2 這個是Python2.7 那 那個Sparkle Wrapper 在Python3.6的 3.7的資源 好像 好像有點怪怪 反正 反正我不是用這個 我用的是另外一個 叫QWikidata 但 因為我是用那個Python3.7去寫 好 那我們把 目前Wikidata上面有的 河川資料大概 呃 爬下來是1000多 但因為會有那個 不同 不同語言的問題 他會變不同條 所以實際上 實際上 在Wikidata上面的河川 大概是 呃 五六百條左右 那 但是 剛剛有提到 台灣 台灣 台灣基本上是有上千條河川 那我們從政府那邊 所拿到的資料 雖然不完全 但是 但是也是有一些資料 啊 我們基本上 我們就是把這些資料 和Wikidata資料去做合併 然後把它 也一個對進去 就是 就是政府的 這一條河 應該是 Wikidata上面的哪一條河 然後這樣子的 一條一條去對的方法 去做整理 那整理完大概 就是大概五六百條之外 還有上千條的資料 還沒有做整理 所以 呃 在這邊值得提一下 是 我們在整理河川資料的過程中 有發現一個狀況 就是最近其實 維基媒體基金會 這邊也有發現 一樣的狀況 就是有一些資料 應該是 應該是 就是 比如說河川 他應該是在台灣河川 但他就被改成 位在中華的民共和國 然後就變成我們爬不到 但後來去查發現 其實 其實Wikidata上面 是有這條河的 所以我們就要 就要把它修回來這樣 那 剛剛有提到說 就只靠我們人 我們是不可能 不可能編完 這麼多條河川的 所以在 這個是在 5月18號 在 在摩子公寮 那時候我們辦了一場 Wikidata編輯局 那 基本上就是 我們邀請一些 對河川 就是議題有興趣的一些人 然後來學 怎麼使用Wikidata 那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 跟我們一起完善 就是 Wikidata上面的 台灣的河川資料庫 那整理完 剛剛講整理完 這樣上千條 核酸資料 怎麼上 剛剛也有提到 QuickStatement的部分 那 QuickStatement 它就是一個可以 把整理好的 表格化的資料 上到 Wikidata的一個方法 那 大概就長這樣 這個是我寫了一個 小小的腳本 然後 把 把我們前面 就是整理好的 表格資料 然後 直接轉成 QuickStatement的 語法 它的語法大概就長這樣 反正就是 像 阿蘭 就是 我要把 Q 1029 我們把 某條C 然後 P403 P403 應該是要註入 核川 然後 修改成 Q 6 9 7 3 2 就是這個數字 OK OK 好 那 所以我們和 我們這個計畫 跟 Wikidata的 合作的運作模式 大概就是長這樣 就是 今天有一個使用者 他發現 他可能發現某條 河川 沒有在 呃 沒有在 沒有被我們的平台 所 爬到 就是他發現某條河川的 標案工程 我們平台都抓不到 那他這時候就可以上到 Wikidata 去修改 修改 或是說新增 新增 把這條河川加到 Wikidata上面 那 我們的平台就會定期 目前也許 一個月一次 會定期跟 Wikidata去 就是跑剛剛那個query 然後去把 去把 Wikidata上面的 台灣的河川名路 去抓下來之後 然後用這個 河川名路 當做關鍵字 河川名字 和河川的別名 和河川的所在位置 這樣子的 資訊 去做關鍵字 去政府電子採購網 爬資料 那 這個部分用的是 那個 Wikidata API 那 在政府電子採購網上面 爬下來的資料 如果跟 這一條 就是這個使用者 所訂閱的 這個吸流 有關的話 他就會去通知 這個使用者 好 那這個 這個就是 剛剛大家最前面看到 那個 2010年 1月1號 以來 所爬下來的 所有資料 那 這筆資料 會的 上面的金額 累積會出來的 就是大家一開始看到 那張 紅色 藍色那張圖 那 我們這樣爬 為什麼2010年 1月1號 是因為那個是 政府電子採購網 所 啟用的 日期 那再更早的 標案資料 基本上都只能 找到一些比較 可能是文件式的 很多甚至是PDF 就是拿到 也不知道怎麼用 這樣子的格式 那 所以我們 基本上就是從 2010年1月1號 開始做 那這樣爬下來 一直爬到 那個日期應該是 7月15號 之類的 這樣子 大概11萬多幣 是跟 就跟河川有關的工程 大概11萬多幣 也就是平均每個禮拜 有200多幣 那這邊可以提一下 是 就是那個 發包單位 基本上是 各式各樣發包單位 就好 像我們都有 像我們 像我們有爬到其中一個 是 台南市殯葬管理所 那 就是 我們一開始想說 這應該是錯了吧 這應該 這應該跟河流沒有關係吧 其實有 因為他是 他是那個 台南市某個公墓 旁邊的河道要拓寬 所以 所以他就 他就發了一個 發了一個表案 所以就被我們爬進來了 那 目前 目前網站的規劃大概長這樣 呃 這是 這是網站的線稿 那 今天 欸 今天設計師會給網稿 哈哈哈 OK 那 那 那 基本上這就是我們線稿 我們大概 我們網站大概就會是一個 比較地圖的樣子 地圖的樣子 上面會有水系圖 然後水系圖 水系圖上面會標 跟這個水系有關的標案 那當然那個標案 你就可以 點進去看標案的詳細資訊 那 當然 我們平台上面 就也會有一些 切換圖層啊 匯出之類的功能這樣 好 那 剛剛講這麼多 就是 Wikidata 在我們這個網站上的另外一個應用是 呃 這個是Depositor 那 Depositor是什麼東西 它是 呃 中研院的一個開源計畫 那基本上它是一個平台 可以上傳資料機 基本上所有 但大部分的文件它其實都支援 反正就是它就是可以把資料上傳到它上面 然後目前看起來應該是沒有容量上限的問題 那 那 它很特別的是 它在 資料上傳的時候 在關鍵字的這一欄 它是和Wikidata是連動的 也就是說 我今天可以在關鍵字這邊 譬如說 我上傳的這筆資料是 跟淡水盒有關的資料 那我就在關鍵字這邊 key 淡水盒 然後 選 是台灣的這條淡水盒 的這個Q值 這樣子的好處是 剛剛前面有提到相 就是相異物的問題 當今天有同樣名稱的吸流的時候 我就可以透過 透過 我如果關鍵字這邊 只打淡水盒 我可能會不知道 它到底是哪一條淡水盒 但是因為它是跟Wikidata連動 所以透過抓它的Q值 就可以直接知道 它是台灣的這條淡水盒 那另外就是OSM部分 就是OSM它的核川那邊也可以 也可以填Wikidata 進去 Wikidata ID進去 那 目前 我們核川的 就是核道的資料 有很大一部分 應該也會使用OSM 作為我們的Source 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Wikicommons Wikimedia Commons Wikimedia Commons 是一樣是維基媒體底下的 其中的專欄 那是一個可以放檔案的地方 那它就也可以拿來放圖片 基本上在這邊放圖片 然後填寫它的基本資料之後 就可以在Wikidata那邊 Wikidata有其中一個 property 是圖片 所以就可以把你所上傳到 Wikicommons的圖片連進 某個Wikidata的Q值 所以我最前面那個 我在考query的時候 我也有抓圖片下來 因為我們的網站也會把 也會把 跟這個 水系相關的 Wikidata上面的 有連到的這些圖片 也都會抓進來 在我們的網站上面 那其他部分 這個 提一下就是 就是 目前 目前 有查到像國外 這個 這是OpenR Browser 它其實也是利用 Wikidata 它就是 把一些 利用Wikidata的特性 然後去做 藝術作品的整理 但是後來發現 它好像其實沒有在更新 就是 好像不是很齊全 OK 好 好 那 demo 其實剛前面都demo過 我好像 不用再demo一次 還是大家想看 好 那 demo部分 痾 痾 痾 這樣好了 好 那 痾 這個是我們寫 就是剛剛看到我們寫好的 Sparkle語法 大概就長這樣 那 左邊這邊就是它 自己跑出來的 就是 痾 你把 你把Sparkle語法貼進去之後 它會自己跑那個 查詢小幫手出來 啊 這樣子下去跑 大概 可能要等個 五六七八秒 這樣大概花了 一千兩百八十個 結果 然後花了 花了 十秒鐘的時間 那 爬下來大概就長這樣 就是我剛剛抓了 抓了它的 這個item的nabel 然後它的別名 它流入哪裡 那這個就是高屏溪是流入 這應該是太平洋還是大西 太平洋 太平洋還是 應該太平洋吧 然後 at label 是 我希望可以抓到它所在的行政區 但是因為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溪流 其實沒有被填入 沒有被填入這個資訊 所以這邊抓不到 那另外就是 它的 它的 呃 它的那個 座標位置 和 有被連進去的一些圖片 這樣 那另外就是 quick statement 部分 就是 就是quick statement 的頁面長這樣 它就開個new batch 然後 這是我整理好的 大概 三千 三千四百多條的 直接貼進來 然後 它就會 跑成像這樣子 就是 反正就是 基本上就是整理好的quick statement 的資訊 然後這邊只要run 然後就下去跑 但是 呃 這些就是這三千四百多條 其實還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跑 因為 還不確定我們的資料是完全正確的 因為一旦 一旦跑了之後 就 它 它的要逆向 然後它只要一條一條逆向 那是 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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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應該要確定說 我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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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WDATA是正確之後 然後 再去 跑 這個 quick statement的部分 OK 好 那 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什麼問題 關於 計畫 或關於 Wikidata的部分 好 那這邊工商一下 9月6號 9月7號 是那個 GNV的大宗 就是 歡迎大家 欸是明天 明天開始報名嗎 對 明天開始報名 就歡迎大家 去報名一下 這次在台北市議會 對 很快 很快報 好 謝謝大家 我就謝謝那個 作為工作室的那個分享 那接下來 下一位獎者是 謝靜凡